如果以美食的角度來說 火炭被人說是沙漠 相信在火炭上班的人不會反對 不過選擇少不代表沒有好東西 最近有在火炭上班的讀者和臥底報料 說新開了一間冰室 下午賣的雞飯抵食夾大件 臥底當然要幫大家看真點 冰室在富豪雪糕車樓上 如果不是角樓貼著店名很容易會走漏眼 上到去看下裝修都頗骨子 有些近年流行的港式元素 例如小巴牌 扮懷舊的Poster 座位都頗闊落不會好逼 但當然旁邊吃什麼說什麼都會看到 聽得一清二楚 言歸正傳說回他們的雞飯 提餐牌有七款不同款式的雞飯 套餐平均五六十元 四分一隻雞 有飯、包餐湯和飲品 今時今日來說都算划算 口味方面有齊大家喜歡的味 好像海南雞、蔥油雞、椒麻雞、 手絲雞和鹹雞 喜歡吃雞的人應該會多滿足 報料的臥底就推薦他們的海南雞 除了說它去骨淡淡肉 還稱讚它浸的熟度剛剛好 肉滑有層肥膏車理 我們每天七點鐘左右就回到店 然後就浸二、三十隻雞 我們海南雞飯用三黃雞 然後我們每天浸四十五分鐘左右 水裡面我們會加了蔥、薑和鹽 去浸令它有少許味 然後我們會出這個飯的時候 就刨青瓜絲的底 然後另外有配菜就是白蘿蔔、紅蘿蔔 我們用白醋 然後跟糖一比一 然後煮它 然後再浸蘿蔔 加上汽水 然後再用來做配菜 我們的飯特別之處就是 我們用了滷水汁去製作 滷水汁都是我們指揚的 加了很多香料 除了飯不是平日的油飯 他們的醬汁都跟別人很不同 我們海南雞特別有這三個醬 就是焦麻醬、麻辣汁和乾蔥汁 麻辣味很香 這個比較辣 這個就是蔥香 至於另一個受歡迎的雞飯 就是他們的壽司雞 有蔥油和鹽焗兩個口味 我底就推薦鹽焗口味 鹹到剛剛好 有很香的麻油香 再加上自製的菜譜 真是很適合用來送飯 我們除了海南雞之外 還有一個鹽焗手撕雞 都很多人吃的 鹽焗手撕雞 我們每天浸完之後 攤凍 然後撕一條條撕絲 然後每次用的時候 就加鹽焗雞粉、麻油、芝麻 混合在一起 這個飯最特別是有我們自己醃製的菜譜 就是給客人拌飯吃 雞飯之外作為冰室 當然有不同的選擇 有個都多熟客叫的就是蛋蓋飯 一來份量大 二來蔥油真的好香 蛋蓋飯我們都是用炒飯底的 然後做了一個形狀之後 我們就會蓋上這個蛋蓋 雞扒我們本身是用了黑椒、雞粉、糖、胡椒粉 那些去醃製它 然後再煎香它 放到飯面 蔥油就是我們自己每天做 用油 然後清蔥炸香 然後再加冬菇豉油 然後再加少許糖調味 另外乾蔥那裡我們都是每天炸 然後刨乾蔥之後我們再炸香它 炸到脆 然後再隔起 吹凍它來做到飯 另外他們還有意粉系列 因為大廚以前做開西餐 所以有大約10款即炒的意粉 由order才會即炒 我想做得好 而不是貪快 因為這樣才能保持到品質 還有不會漲了 意粉煮定了 但是我發覺這區的人 都是喜歡吃忌廉汁多些 所以我就做了 想了這個黑松露大蝦意粉 一個order四隻 然後就煎香它 然後兜下意粉炒 然後再擺帥仔 當然作為茶記冰室 都一定會有焗飯 臥底就推薦他們的焗咖喱魚柳 魚肉厚身 和咖喱夠野味 我們用拔級龍尼柳是因為它夠大條 夠厚身 吃下去會有厚感 炒飯 炒飯底有少許調味 然後就煎香魚 放在帆面 然後再加咖喱汁 然後芝士 芝士粉 當然冰室 一杯奶茶都很重要 老闆說茶膽用了四五款 不同粗幼的紅茶 再另外加上lipton 臥底試過 雖然茶味不是很濃 性在不會夾 茶身都夠滑 不過論吸引 臥底就欣賞他們的奶茶紅豆冰多些 茶味和甜度都平衡 紅豆大粒同夠綿 套餐加九元就飲到 其實都幾划的 說到這裏 不知道火炭的臥底又如何看呢? 如果有吃過的 不妨留言分享下 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留言 Like和Subscribe 如果你們都喜歡 臥底TV的影片 就給我們一個Super Thanks 支持臥底TV製作更多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請訂閱 我還會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